好 一定要提醒观众朋友到了明天将会是这一波封面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 主要就是因为封面已经挂在台湾上空了 再加上玛丽丝台风接着转为迪亚带并入到封面之后 会影响到我们的天气系统 所以全台湾的天气状况都会很不稳定 而且明天一整天来说水气都是偏多的 而到底会怎么下雨呢 我们就来看到在白天的部分呢 要留意的就是在西半部地区以及宜花地区 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甚至是好雨发生 而其实全台湾外出的时候 雨伞与剧都一定要攜带着 因为都有可能会有一些短暂雨出现 另外就是到了晚间开始 随着封面逐渐的往南走 当然降雨的热区也会往中南部来集中 所以明天北部的晚上开始呢 降雨是会略为趋缓的 反观是在中南部的山区 还是会有局部好雨发生的几率 另外就是苗栗以南地区以及花东 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 所以明天一整天来说 天气状况都是相当不稳定的 而这个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就来看到到了下周一 下周二的时候 整个封面就会往巴士海峡的方向来走 所以当然北部的降雨就会先趋缓了 反观是在中南部以及花东地区 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另外就是各地的山区 一直要游泥这个热力作用的影响之下 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 还是会有这种雷震雨发生的可能性 而下周三下周四虽然说封面远离了 但是并不代表说我们就不会下雨了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华南以及南部的水气 会陆续的往北移 所以到时候全台湾的水气又会偏多 包含在西半部可能也会有一些短暂震雨出现 最后就是来看到在温度方面了 今天包含在台东大午还有屏东的三地门 一度都有飙高到三十六点八度 算是非常的闷热 而明天呢 其实中南部的高温都还是有超过三十度的 反观在北部以及东半部的温度 可能有下雨的时候会略降个一到两度 而接着呢一周的这个温度变化 就带你来看到了 首先就是到了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 到时候北部还有东半部降温是会比较明显的 因为整个环境风长就会转为偏东北风的关系 所以到时候在低温方面大约是二十一到二十二度 高温方面则是二十六到二十七度 所以也要留意这个温度上面的变化 以上就是这节的气象资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